所以像两位在分工上面 你们并不是以男跟女 谁应该做什么 而是以谁擅长做什么 谁会做什么 所以你们有没有一些建议 其实像市面上有很多的企业家 他们都是夫妻一起创业 然后一起经营 你还要经营家庭 你还要经营事业 你们有一些建议可以给大家吗 其实应该是说 你能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你不要说这是女人的工作 一定要女人去做 像她唯一的不会 她说她不会洗衣服 因为不是洗衣机洗吗 她说她不会操纵机器 所以她的擅长 跟我的擅长就不一样 像说我们去IKEA买东西 回来不会组装吗 她就没办法 她可能是没有耐心 因为她很急 她性质非常地急 但是她性质导致效率很好 所以她性质急 你也不能说她不好 但是我 我如果听 他们一天 叫你做什么 口令动作一直来 我如果听着她口令动作做 我告诉你 我会像甘楼 甘楼你知道吗 砖不停 陀螺 陀螺一样 我说我会像甘楼 所以千万不能听她说什么就做什么 我一定全部听完之后 我再决定我要先做什么 可是两个人在一起 难免都会有意见不同的地方 丹董如果说碰到你的意见 跟庄总不一样 怎么办 你就听她的 听到我嘴大夫妻嘛 我才怪 只是我常讲的 我发在这边的 庄总有意见 而且很大的意见 因为她有什么事情 她很少马上做决定 然后她会问 其实这里是好事 然后我会分析给她听 我会讲 我知道我都会讲 一提有很多面 不是只有你看到的面 然后讲给她听 分析给她听 做决定是由她 我不会强迫说一定要怎样 因为做了决定的人 是要承担后果 所以我是老二哲学 不过夫妻这些年来 其实你们也经过很多风雨 在风雨中 互相的打气 互相的学习 互相成长 我相信你们应该有很多话 想对彼此说的 那我们要不要先跟太太 分享一下 因为我很感谢庄逼的加入 我们罗琳亚这个团队 因为有她的加入 让研究这件塑生意 让这件塑生意变得非常伟大 所以我要真心的谢谢她 那庄总 应该的 其实我觉得对她 因为她性质很急 我是想说让她放轻松 如果可以的话你放轻松 不要那么在意 要不然可能钱有了 命就没了 然后对小孩也是一样 儿孙自由 儿孙福 不要去介入太多 也不要管太多 这是对我们年纪大 尤其要退休的人 要放松 不要那么急 这几年我们其实看到 就是罗琳亚越走 越有自己的一条路 然后在这个市场上 是具有不可被取代的一个地位在 但是回过头来有很多的点点滴滴 我相信两位都是点滴在心头的 庄总您觉得这些年外界觉得的挑战 不见得是罗琳亚挑战 但是您觉得最大的坎 曾经你有一度觉得说 让你觉得哇好辛苦的 你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 辛苦是不会 如果说你要做你喜欢的事 我会觉得是不会辛苦的 就算你工作时间很长 我每天都做上班十几个小时 我都不会觉得辛苦 所以关键在于你要找到 你最喜欢的事来做 就还有你要做的那件事情 万一你不喜欢 你也想办法去找出 它的好处 它的优点 你自己要去喜欢它 你才有办法长长久久的做 罗琳亚26年了 邓董您对这个品牌 如果说以五年类来看的话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愿景跟目标 愿景跟目标 当然我们希望说 它能够再加倍地成长 因为我们现在最主要是 还去持续地在研发新的一些款式 然后在研发更符合人体工学 穿着的一个缩身衣 那就是有赖庄总 不断每天都在测试实验 因为我们有一个研发小组 那不断地会每天都在 都在一直改良 这样 OK 好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两位来 感谢素生衣界的神雕侠侣 我们也期待 接下来您在这个产业上 你们会带给大家 更多耳目一新的研发跟创新 祝福两位 谢谢 好 决策者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